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謝宜環 那現在要跟大家介紹說,在怎麼樣利用GaterTown 登入到我們氣候變遷對策地球急轉彎的課堂 首先呢,你們在MTU Cool上面應該會看到 在首頁的部分,你會看到說我們的空間的連結 所以就不要太擔心,就點下去了這個空間連結 點完這個空間連結,基本上,你的滑組就可以準備丟掉 因為剩下的事情都是靠你的鍵盤 那再輸入你的,可以看到畫面,接下來就是創造你的角色 創造你的造型 之後呢,就可以登入GaterTown這個部分 那首先一開始的畫面,你會看到說 這個就是你的所謂的教學的部分 那一開始教學就是,用上下左右鍵可以操控你的玩家 那走到了這個,地上有一個像亮亮的傳送門的地方 你就可以開始操作一些根據畫面上 例如像打開你的麥克風 關掉你的麥克風 那或者是說,在GaterTown上面 如果你有所有的看到這種黃色邊緣亮亮的東西 你都可以按X,按X 可以去操縱它以及跟它互動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把題目或是有一些遊戲或是影片 會放在這個GaterTown裡面的物件 所以你要按X才可以去看到它 那完成這些東西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進入到IPCS的一個元宇宙的環境 那等到它進去之後 那你現在畫面上看到的東西就是IPCS的虛擬空間 那這個空間基本上是跟現實中的IPCS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開始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邊有研究室 也有老師的辦公室 也有計畫辦公室 那我們今這個禮拜 我們這學期的上課 基本上會在G202這間教室 那已經創好一個傳送門 所以你就上課的時候 記得請進到這個傳送門 你就可以看到這間教室 那到時候呢 我們教室會分成兩個部分 右邊的部分是屬於大班課的部分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是像一開始的課 或是期末的課 或是一些講演課程 我們會在右邊的部分 那如果說今天是在左邊的部分 則是小組討論區 那小組討論區呢 如果你進來小組裡面的話 看到這個突然變亮的空間 這個地方就是指說 這個地方是一個小小的討論室 等於說在這個亮的地方 你們的討論是被外面是不會被聽到的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走到了有紅色大聲宮的地方 這個地方基本上就是俗稱的spotline 接下來你在這個地方講的話 全空間全教室的人都可以聽得到 所以如果我們到時候進行到了小組討論的時候 也請你將你的角色移動到這個紅色大聲宮的位置 所以很簡單 如果說你今天還是不太懂 那就早日希望你可以提前登入到這個IPCS的虛擬空間 那我們課堂上見 掰掰 掰掰 這個地方 我們也請嘭 也請你說 要看 這新作品 是